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悍地望着他们 怕什么 又没死 痴笑一声 我满脸都是利器 也就一板砖而已 能喘气就行 你们大惊小怪干嘛 谢梦如 你疯了不成 这是你爸 你怎么能打你爸 奶奶恨不得冲上来撕了我 可眼神触及到我手里的板砖后 他胆怯地只赶原地 冲我嚷嚷道 打自己老子的小畜生 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你就等着吧 等哪天孽暴 反噬你下十八层地狱 妈妈咧咧 奶奶插着腰唾沫星子直飞 我看了只觉得好笑的要命 我不得好死 那谢庆国就得以死谢罪 没中的闹祸 除了会打自己老婆外 他会干嘛 有本事对外人凶啊 有本事去打外人啊 垃圾垃圾脑残 喝推 我狠狠唾弃了一瞬 恨不得在爸爸脸上 吐口浓痰 只可惜这几天吃得好 睡得香 硬是酝酿不出痰意来 只好作罢 只是我脸上的鄙夷 也没有消退 望着五头呻吟的爸爸 我眼里没有一丝动容 更没有一点点歉意 看他和看马路上的石墩子 没什么区别 叔叔怒了 我就说你长歪了吧 都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的 教出一个打老子的畜生出来 你还敢顶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顶嘴 整个屋里都是你的长辈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 老子要撕了你的嘴 说吧 叔叔静止冲了过来 想要教训我 可我也不是好惹的 早在清楚明了 自己的爸爸是个畜生后 我就给自己抱了武术班 专练散打 如今学成归来不说一打百 撂倒这个倒打一耙的叔叔 还是能轻轻松松做到的 所以在叔叔挥拳朝着我的脸砸下来时 我一个一步寸击 一手肘砸在叔叔的胸口 小腿朝着他的内膝盖狠狠踹了下去 当场让他给我下跪 原果 一直充当隐形人的小婶婶坐不住了 房内妹妹的抽气声断断续续 房外小婶婶哭天喊地的嚎叫声接连不断 我依旧堵在门口直挺挺地 对上这一大家子 像头暴躁的母老虎一样 呲牙咧嘴 凶悍地望着他们 小婶婶边哭边闹 一拍大腿 静止坐在地上撒泼大哭 你凭什么乱打人 你是警察还是土匪 你凭什么乱打人 亏我小时候还抱过你给你买糖 你就这么对我这么对你叔叔吗 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 一说一骂 小婶婶也忌惮我的拳头不敢上前 只在原地又骂又叫 屋子里闹哄哄地吵成一片 互相飙脏话 一直没吭声的爷爷终于露面 一声叹息想在屋里 她开口道 梦如啊 这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你妈先不对 好端端的你叔叔过生日 你妈在厨房又摔又砸摆着张脸 嘀嘀咕咕 你爸也是气急了才动手的 不是诚心地再说了 一家人本就不分你我 你妈在厨房闹的那动静传出去 真丢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谢家人 不合心不齐 你爸虽然脾气暴躁了点 但是出发点却是好的 这事是你妈不对 吃饭前你带你妈和叔叔赔个错 一家人和和气气才叫美 一语定锤 爷爷直接把这是盖章为妈妈的错 三言两语的就要总结先天 还要我道歉 我扑吃一乐 看着一直以来都当惯了大家长的爷爷 忽然觉得他好陌生好恶心 不愧是能教养出我爸那个家暴男的老爷子 蛮不讲理起来一套一套的 恨不得把所有的罪过都怪在别人身上 卧室里的妹妹忽然尖叫起来 也不知道他听了多久 亦或者隐忍了多久 他碰的一下打开门 脸颊胀红地指着捂着脑袋 还有些炫韵的爸爸 声音沙哑且尖锐 不是的 是爸爸不讲理 本来今天说好要带我去动物园的 结果叔叔一家忽然过来说 要在这里过生日 爸爸就不准妈妈出门 非要他去买菜做饭 没有一个人帮妈妈 奶奶婶婶在客厅玩手机看电视 爸爸和叔叔他们商量 下午几点去钓鱼 我忙前忙后拿零食倒果汁 家里家外都是妈妈一个人 爸爸还嫌弃妈妈 炒菜炒慢了骂她 妈妈不过说了一句 没人打下手帮忙 爸爸就动手 姐 妹妹尖叫着 爸爸掐妈妈脖子 他打了妈妈好多巴掌 没人帮妈妈说话 他们都在看戏 姐 提屑一样的哭声 在客厅里回荡 所有大人都不吭声了 连撒泼咒骂我的奶奶 都没有再说一句 这件事到底谁错谁对 端看妹妹哭的嗓子 带血就能分辨一二 可笑啊 这群所谓的长辈 竟然睁眼说瞎话 将一件本就 不是妈妈的错 强硬归咎于她身上 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审判她 烙印她 好像背黑锅 生来就是女人的责任 不管对错 全都是女人的不对 我笑着打量了一阵 像安纯一样 不再吭声的叔叔小婶婶 过去就是一脚踹翻了茶几 吃吃吃 怎么不吃死你们 我语气柔和 这么爱吃 下辈子投胎当猪知道吗 保准有人伺候你们 一个都少了 起码七八个 完全符合你们只知道 吃喝拉的习惯 小婶婶搂紧叔叔的胳膊 有些害怕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 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们来做客 她当主人的做菜 招待我们天经地义 你凭什么骂我们 再说了她是长嫂 本就不该和我们计较 我觉得她大伯没有错 最后五个字 小婶婶说的一正言辞 好像在说什么真理 我摸摸妹妹的头 将她推回卧室 不许她出来 转头就是一脚踹在凳子上 二十一世纪了大姐 你没手没脚 就去申请低保 少赖在我家当寄生虫 我爸愿意养你们吃喝 不代表我妈有义务伺候你们 一个月三十天 起码十五天以上 在这蹭吃蹭喝还带拿的 怎么着你们数白蚁的呀 不把我们家住空不罢休 还好意思提什么长嫂义务 你也配 你有经过一天地妹的责任吗 真是垃圾堆里找蟑螂 一找一个窝都是垃圾 翅膀刚长硬就敢翻天了是吧 听着我噼里啪啦毒舌了半天 爸爸到底还是坐不住了 他撑着眩晕的头 指着我的脸凶神恶煞 开始咆哮 都给我滚 这是老子的房 你没资格住 四白眼狼 和你妈一样养不熟的小贱人 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早知道你这么不孝 一出生就该丢盒里淹死 一连串的脏话脱口而出 爸爸骂得很难听 甚至直接问候我的十八代祖宗 虽然我的祖宗也是他的祖宗这点很怪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发挥 反正是威胁就是了 我滔滔耳朵 很是不懈地吹了吹手指 对于他所谓的滚 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听了多少次 貌似所有男的都喜欢用这个威胁女人 不止对我这个女儿说 曾几何时爸爸和妈妈吵完架 也拿着威胁她 叫嚣着说 有本事就滚出她的房子 看她住呢 以此来掐妈妈的软肋 以前我是害怕的 害怕自己被赶走 害怕妈妈真的离开我 害怕自己没有家 可现在我长大了 回头再听爸爸说同样的话 只觉得他虚伪且可笑 像只直老虎一样 虚张声势 所以我呕了一声 如他所愿的答应 行啊 我滚 我保证滚得远远的 这辈子你都别想看见我 你 曾经百事百灵的威胁 已经没有用处 爸爸硬着脖子瞪着我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他老了 不再那么有力气 也不再有拿捏家里 所有人生杀大权的威风 除了在妈妈身上 宣泄自己的无能和自尊心外 他还能做什么 一个窝里横的懦夫 我笑笑地看着不说话的爸爸 等着他的继续威胁 等着他脱口而出离婚二字 否则 我特意闹这么大做什么 踹茶几踢凳子 也需要力气的 只是爸爸 他怎么都不开口 一个你说了半天都没下文 像是在顾虑什么似的 就在这僵持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时 卧室的大门再次被打开 一道微弱却坚定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谢庆国 这次不用你赶我走 我们离婚 妈 张玉珍 你发哪门子疯 你神经病啊 说的这都是什么鬼话 妈妈话音刚落 屋子里的人像是上了发条一样 齐齐出声呵斥他 其中以爸爸的声音最高昂最尖锐 他像是不能接受一样 指着妈妈破口大骂 说他神经骂他一响天开 还说他要是离了婚不出三天 就要饿死 这些话从前爸爸也说过 那时候的妈妈听完总是沉默 搂着我和妹妹一言不发 哭了我满肩膀的泪 但现在不同了 我握紧妈妈的手 给予他勇气 支撑他做回自己勇敢说不的力量 妈妈大声吼回去 我就是要离婚 现在立刻马上 我要离婚 谢庆国 我受够你了 哪怕是条狗 也没有这样挨打的 我跟你过了快三十年 三十年啊 你说打就打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扇了我十几巴掌 把我的自尊心踩得粉碎 还叫我滚回娘家 你把我当什么了 挨完打还送回娘家 被人指点 你是个人吗 我看你是条畜生 越吼越大声 妈妈的声音 已经彻底盖过了爸爸 从前他挨完打总会哭 哭自己不幸的婚姻 哭自己所嫁非人 哭娘家人不给自己撑腰 他哭过很多很多次 这次是我记忆里 唯一一次他没有哭 因为我长大了 因为这个家 有我给他撑腰 真好 妈妈 真好 我终于能成为你的依靠了 眼眶里含着泪 我和妹妹一左一右 牵着妈妈的手 直勾勾地和红了脖子的 爸爸对上 他依旧不服 依旧在骂 骂妈妈不是个好女人 骂妈妈丧天良 居然敢离婚 以往这个词是她的专属 只有她才能提 只有她才有资格拿来威胁 可如今呢 妈妈一字一句自证腔圆 谢庆国 少啰嗦 我不想听你废话 既然你觉得过不下去 那我们就离婚 地球少了谁都能赚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离婚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 你不想我说太难听的话 趁早离 张玉珍 我操你妈 说不过就抡拳头 爸爸气急败坏 想要冲过来再度打人 我松开妈妈的手 静止上前 一把捏住她的麻筋 牢牢地限制住她的动作 哟 这就恼羞成怒了 我阴阳怪气着 妈妈拿点说错了 你指出来吗 要是她不对我帮你说她 什么 没话说 没话说你就动手啊 破防难 最后三个字 我故意压得很重 直面爸爸扭曲的脸 我觉得很痛快 我知道自己不是广义上的好女儿 甚至可以评论上一句狼心狗肺 可凭什么呢 她对我们不好 我还舔着脸上 赶着讨好她 是心疯了吧 我没那么下见 所以停顿了几秒 确定爸爸已经失了力气 再也没有办法攻击人 我这才松手 像个战士一样 守护在妈妈身前 傲视眼前所有人 听清楚了吧 我妈说要离婚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今天我都会带我妈走 以后乔归乔路归 没事别联系 放肆 让她走 我话刚说完 两道不同的咆哮声 从对面传来 爸爸指着我的鼻子 还没骂完一句 就见奶奶一把攥住她的手 让他们三个人走 她怒吼道 走啊 我看看你们仨能活出个什么名堂 一个没人要的二婚老女人 带着两托油瓶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妈 爸爸皱着眉不是很高兴 她明显没有成全的意思 嘴上叫嚣得再厉害 她心里也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可奶奶明显是气急了 拽着她的手就没放开过 谢庆国 你要还认我这个妈 就听我的话 什么样的女人不好找 你非要那个不要脸的泼妇 世界上大把的好女人 人隔壁村张爷 前年不还娶了个二十多的大学生 你这条件不比张爷要好得多 别说大学生了 说不定有女人自带嫁妆上门嘞 一说一白眼 奶奶把爸爸夸得天花乱坠 史上第一 那些老夫少妻的例子她 张口就来 明显把爸爸说动了心 再加上妈妈从头到尾 冷着脸看都不看她 我和妹妹瞧她比仇人还嫌恶 这一切的一切 让她忽然坚定了心 咬牙说了声 好 行 张玉珍 你别后悔 离就离 谁怕谁 我可告诉你张玉珍 没了我 你看哪个男的会要你 整天拉里拉他 头发也不梳 身上穿的不是黑 就是灰 像煤矿里出来的一样 也就是我能忍你 换了别的男的 早就把你修了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行 我成全你 咱们离婚 现在就离 说吧 爸爸转身 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车钥匙 大阔步地往外走去 那背影瞧着 像是还有点急切 妈妈早就对爸爸 冷了心淡了情 见她几句话 就被劝得动了心 也不在乎 拿起放在卧室抽屉里的结婚证 也跟了上去 我和妹妹留在家 帮忙收拾行李 打包快递 把属于妈妈的痕迹 一点一点地全部带走 丝毫没打算留给爸爸的意思 看着妹妹泪中带笑 忙前忙后 拿袋子装东西的快乐模样 我忽然有些心酸 不为别的 就为我们俩一直以来 都是妈妈割舍不了的牵挂 其实 以前她也曾勇敢地和爸爸提出过离婚 那次也是爸爸毫无顾忌地大发脾气 说妈妈 懒没有仔细检查 导致洗衣机脚坏了她最喜欢的皮带 明明是她自己的问题 是她脱衣服 连皮带都懒得去 可出了问题 她却把责任全怪在妈妈头上 大吵一架后 爸爸抬手就是一巴掌 不由妈妈辩解地扯着她的头发 将人从床上脱下去 我哭得不能自已 抱着不足一岁的妹妹 赤着脚跑到隔壁村 拍打叔叔家的门 向她求救 那一晚 是我有史以来最恨爸爸的一次 也是妈妈崩溃受不了 向爸爸提出离婚的第一次 我摸着妈妈亲子的眼眶 恨得牙齿咬破了口腔 我劝她走 不要再回来 爸爸不答应 离婚你就跑 可她还是为了我和妹妹 坚持了大半年 后来她终于逃了 逃向了自由 可在一次偶然间地遇见后 她斩断了奔向自由的翅膀 再次回到了牢笼 因为她爱我们 梦如 妈妈不走了 摸着我和妹妹结痂的头发 和乱糟糟发酥的衣服 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紧紧地将我们搂在怀里 自此以后 再怎么受气 再怎么挨打 她都没说过一句离开 妈妈 我的妈妈 钻紧手里的衣服 我的泪洒满了衣巾 玉珍啊 你非要离婚吗 因着租房入住 需要花点时间处理 所以我暂时将妈妈 送回外婆那边住两晚 我以为他们会心疼 妈妈的遭遇 会在看到妈妈脸上 退不去的巴掌印后 大骂爸爸神经 可事实却是外公闭门不见 外婆长须短叹说 妈妈冲动做事不顾后果 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看看你这闹的 也不怕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 外婆边说边责怪 像是在看不懂事的孩子一样 指责妈妈 没这样的 你还把孩子带回来了 你不怕别人笑话梦欠 说她没爸爸 听妈一句劝 回去吧 家和万事兴 别让外人说闲话 外婆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妈妈还没张嘴 妹妹就从床上爬起 直勾勾地对视上了外婆 我们班同学不会笑话 没爸爸的 大家要笑 也是笑那种 打老婆没品的男人 要我看 爸爸才是那个 抬不起头的人 他打老婆没出息 窝里横 邻居街坊 要议论说闲话 也该是说她 和我妈无关 外婆你不对 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 你这孩子 三言两语 被妹妹顶了回去 外婆明显不高兴了 可她说不过妹妹 只能把矛头对准妈妈 反正我话放在这了 张玉珍 你要真把我当妈 就该听我的 什么离婚 什么带孩子走 都是瞎话 你看看 咱们村有几个 上了年纪的女人 闹离婚的 谁家不是摔摔打打 吵吵闹闹的过日子 上回你薄叔母 不也吵着闹着 要回娘家 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就你瞎闹 就你能折腾 哪个女的不挨打 哪个女的结婚后 没被丈夫打过骂过 别人都能继续过 就你不一样 你也不怕丢人 还跑回娘家 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知道吗 外婆一说一摔 手里的盆子砸得砰砰响 屋里屋外全是她抱怨 和嫌弃的声音 她一点都不心疼妈妈 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受伤 需要安抚的孩子 表露撑腰的意思 妈 我不会回去的 妈妈牵着妹妹的手 非常坚定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回去的 谢庆国 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人 别说尊重我了 他想动手就动手 想骂人就骂人 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都没有给我留一丝面子 说打就打 恨不得掐着我的脖子 直接打死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没那么见 你 妈妈执拗不松口 外婆能有什么办法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居然敢反抗的妈妈 语气越来越凶 你真是不识好歹 这天底下 那么多打老婆 凶老婆的男人 他谢庆国是独一份吗 再说了他 除了打人以外 他也没得毛病 又不赌博 又没条女人 每个月还给你钱 这样的男人你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就是心野了 脑子不正常 外婆的手指 狠狠地戳了下妈妈的胳膊 她很生气 她觉得妈妈不知好歹 可什么叫好歹 爸爸那种 人能称得上一句 好吗 打人不是毛病吗 没被打死 就算个好男人吗 妈 和烂人做对比 就是你的方法 被戳得胳膊红了一大块 妈妈不为所动 平静地看着奶奶 我还能站在您面前 好好说话说 而不是躺在医院里 不是因为谢庆国 她有良心 是梦欠她拿刀 挡在我面前 是梦如她赶回家发飙 替我撑腰 我没被打死 是因为我幸运 是因为我的女儿 知道护着我 心疼我 我能挺过来 从来不是因为谢庆国 这句话 妈妈说得很轻很轻 轻到几乎是鼻音 然而外婆还是听见了 她摔摔打打地动作一顿 整个人在灯光下 晃荡的背影 显得勾楼了几分 可她还是在劝 劝妈妈回去 劝妈妈听话 因为从古至今 女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另一个屋子里的 外公不耐烦了 她久等不到女儿妥协 也不见外婆回来 插着拖鞋几步 打开房门 冲着礼物咆哮 你和她说那么多做什么 不听话就给我滚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没得水倒流回来的道理 既然那么喜欢降 那就一次降个够 我看你能降出个什么 名堂出来 从小脾气就宁 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错 也不想想 男子汉大丈夫在外 是要留脸面的 你哥那么多人面前 不给你老公留面子 你叫他怎么搞 还离婚 你好意思提离婚 像你这么不懂事的 也就谢庆国能忍 换了我 两巴掌打不死你 外公嘴上骂骂咧咧 边吼边拉扯外婆 叫他回房 叫妈妈好自为之 他是不会管他的 虽然我们早就对此 有所准备 可外公话里话外的 那种漠然 还是让人打从心里的寒凉 妈妈是他的女儿啊 是他的亲生骨肉啊 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吃了那么多的苦 他做父亲的不说撑腰 连最起码的说句公道话 都做不到 反而为那个一年到头 来步了两次的女婿 撑腰说话 这是什么父亲 这是什么亲人 我看不要也罢 我攥紧拳头砸了下桌子 在妹妹按耐不住要顶嘴前 站起身走向外公 俗话说 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 可外公你吃着妈妈买的补品 穿着妈妈买的衣服裤子 用着妈妈给你买的手机 结果转头 却指着他骂 怪他没按你的心意去死 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叫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专门形容你这种人的 边说边翻眼珠子 我脸上的积缝 哪怕隔着夜色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外公清白着脸 不知道怎么回我这句话 只能硬挺着脖子叫嚣 说这是儿女的孝敬 叫我这个外人少管 我呵呵一声 哟 收孝敬的时候 知道她是你女儿 收完就翻脸不认了 您这么大年纪 还挺时髦的呀 都会玩两副面孔了 可真了不起 你 你 被我这通对的 外公的脸仗得通红 张玉珍 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孩子 怎么和长辈说话的 这么没礼貌 怪不得谢庆国打你 你看看你教出来的什么东西 没大没小 一点家教都没有 像个流氓无赖 真是老话没说错 该打还是得打 不然要上房接瓦 这句话不可为之不独 外公嘴里的打 像是轻飘飘落尽若和的羽毛 看着清雀一落即沉 压的人喘不过气 不过妈妈现在也硬气了 可能是白天 我和妹妹给足了她勇气力量 见外公怒发冲冠 嘴里不干不净要骂人的意思 妈妈快不上前 啪的一声把门甩在了外公脸上 行了别念了 没一句我爱听的 妈妈冷着脸开口 孟如的话就是我的话 她的家教就是我的家教 都说上粮不正下粮歪 我的上粮也就那样 那我教出来的孩子还不是遗传 反正错来错去都有您的份 您要骂也是骂自己 还不如回屋骂去 反正和我无关 你 外公的骂声更大了 两边的老人都让人寒心 我连一晚都不想让妈妈住 生怕外公外婆做出连夜 把妈妈送回去的荒唐事 所以拜托朋友来接我们 大包小包的重新把行李收拾出来 去住了酒店 之前还以为外公外婆 多少会疗愈一下妈妈的心伤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想多了 看着妈妈蜷缩在被子里的睡姿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从床上爬起 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在走廊说话 姐 我现在睡了 正是读书用钱的时候 你带着妈妈过好日子就行 我守着妈几天就回爸呢 你们不用担心我 妹妹率先出口 想来已经思索过这个问题很久 她不小了 有些事情已经能看得很透彻 知道怎么取舍才是对彼此都好 所以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 她眼都不眨地把自己切割出去 自愿回到爸爸那边继续熬着 不给我和妈妈添加负担 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岂是一句负担可以概括的 妹妹越是懂事 我越心酸 紧紧地将她拥抱在怀里 我的声音开始哽咽 说什么傻话呢 咱们三个人都在一起 才叫团圆 你姐我没残没贪能挣钱 要你替我操什么心 别再提什么回去的话了 咱们好不容易都要解脱了 没得自己重新回到地狱的 那是什么傻子行为 你别犯傻知不知道 姐妹妹回报着我的力气很大很大 她就算在懂事也只是个岁的小孩 是个平日里缺少父爱 只有母亲姐姐可以依赖的孩子 如果可以她当然不想离开我们 可你会很辛苦 读书要很多很多钱 我不想你那么累 妹妹咬着糊口 哭声虽然小小 但里面的难过一点都不少 你也才啊 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 傻瓜 我擦去她眼角朦胧的泪水 眨眨眼睛灿烂一笑 我是你姐 亲姐 姐姐妹妹之间的事叫什么拖累 别瞎说 你和妈妈好好的就行 姐姐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你们好好的 除此之外 我别无所求 你们安好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好休息了一晚 也把妹妹的心结解开了 我们一行三人 简单收拾了一下 吃完早餐 就搬进了我临时租住的房子里 之前我也不是没考虑过一工作 就把妈妈妹妹接过来 但苦于囊中羞涩 自己也是和另一个室友合租 所以这是一直担个没动静 现在我想明白了 有些事是不能犹豫的 钱很重要 但也不是特别重要 我咬咬牙租个大房子 也不过就是多一段 加班熬夜的日子罢了 并不是负担不起 所以将妈妈和妹妹 暂时留在出租房内 我迅速起身外出去寻找房源 等一连看了好几家 选定好了未来几年的落脚点后 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向妈妈他们宣布好消息 可没想到还不等我出生 妈妈率先和我说了个好消息 梦如 刚刚我在外面擦大门的时候 有人夸我能干 想花钱请我去她家做卫生 妈妈揉了把手里的抹布 利落地帮我把厨房的边边角角 擦拭干净 回复我 刚你室友也说我打扫得干净 说我比他们家请的保姆 还要认真负责 我想了的 按我这年纪再去上班人家长 也不会要我 我没有文凭 也不会电脑 但我手脚麻利 还有一把子力气 我可以干活 听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招聘保姆月扫 别的不行 洗洗刷刷打扫家务伺候人 我是可以的 这活我擅长 妈妈边说边笑 嘴角上勾起的弧度都透着一股子高兴 从前在家里 爸爸总说做家务不算贡献 把妈妈为整个家的付出喷得一文不值 这种话听多了 妈妈也被洗脑了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 可走出家庭踏入社会 爸爸编织的谎言 不攻自破 什么做家务就是闲 什么离了男人你一无是处 全都是狗屁话 女人从来都能撑半边天 事实证明任何人都是需要被肯定的 在妈妈凭借着勤劳能干在主顾们口中 赢得一片好评后 她更加积极学习 更加对生活有盼望 整个人充沛着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我觉得妈妈重生了 吞去暗淡的旧衣 她重新发光发热活出了自我 我为她自豪 为勇敢且坚韧的妈妈 感到无比自豪 只是阳光的背后总有黑暗涌动 在我们为妈妈的心声举杯欢庆时 谁都不曾得知不久的将来 会因为一场意外 让所有人的生活差点重蹈覆辙 因为被奶奶哄骗着 会有大学生自带嫁妆上门求娶的爸爸 她忽然醒悟了 那天清晨我们一家三口 照常出门上班上学 结果一打开门就见到胡子邋遢 一身潦草的爸爸正站在门口 赤红着眼看向我们 见我们出来 她立即走上前想要拥抱妈妈 还打算给她一个吻 只是这一切都被我拦住了 隔着我这堵墙 爸爸深情款款地对妈妈说 玉珍 你回来吧 我知道错了 家里没了你还是不行 你是不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的 连碗面都没人给我煮 以前我总说你不好 可真等你走了我发现没有你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回来吧 玉珍 我想你了 说完这句 爸爸从身后掏出一只玫瑰 想要塞到妈妈手里当作告白 然而妈妈压根不接 我也不让 看着爸爸星星做太假的不行的表演 妈妈扑斥一笑 顿时乐了 这种话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 你还哪来哄我 真把我当狗呢 撒谎也不打个草稿 你那哪是想我 你是在想 不用拿自动上桌的碗筷 不用洗自己晾晒的干净衣服 和一尘不染事事 不用操心的家 你要的是 重新过回皇帝的生活 要的是 家里有个认打认骂的免费保姆 要的是重振你那破败残缺的可怜自尊心 谢庆国 我和你过了快三十年 不用脱裤子我都知道你在放什么屁 毫不客气揭穿爸爸的真面目 我和妹妹在一旁当捧根哈哈大笑 充当气氛组 为妈妈点赞 只是这通话说下来 爸爸脸色大变 装都快装不下去 丢亏气假的说了一句 我还会再来的就脚步匆匆的快步离开了 我有点忧愁 看着爸爸的背影 我总觉得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妈妈淡然一笑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没事的 我和她再也不是夫妻关系 她要是纠缠得过分了 咱们就报警 总不能因为她偶然找上门的关系 就随便搬家离开吧 孟倩还在读书呢 别怕 妈妈在 虽然妈妈的宽慰很动听 但明显有一点她不知道 那就是对于从奢入减的人来说 重新过上以前的美好日子 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 从这天开始 爸爸就不断上门骚扰 变着法的赌人向妈妈讲述自己 那漏洞百出的想念 为了取信于人 他还发毒誓说 自己以后肯定会对妈妈好 就算动手 也会轻一点 一听这话 我就想笑 好吧 我还真笑了 毕竟神经年年有 这种舞蹈身边的可不多见 不过也是因为这份毒誓 让我明了爸爸骨子里的残暴基因 究竟有多澎湃 我不能赌他的自觉性 他以往的劣迹 也不值得我去赌 所以我打算搬家了 之前只是搬到省里 还是不够靠谱 这次我决定 带着妈妈妹妹一起去外省 再也不回来 只是妹妹现在是高三的关键期 我和妈妈打算再忍耐一阵 等妹妹高考完再走 只是没想到 爸爸装模作样的耐心那么低 不过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他都等不下去 在一次聚餐回来的路上 他袭击了我们 掐着妈妈的脖子 他反手就是一巴掌 扇在他脸上 大骂一声贱人 给脸不要脸了还 老子对你那么好 又是送花 又是念信的你居然敢不接受 摆那个破架子 你以为你是谁 老都老的一脸褶子了 还扭扭捏捏 你以为自己是黄花大闺女呀 我呸 复婚听到没有 不想老子打死你 就和我去复婚 爸爸越骂越凶 脸上的横肉直飞 完全一副暴徒的模样 妹妹尖叫一声 冲上去一爪子划破她的脸 死死地扯着她的头皮 往后拽让她松手 我用力掰爸爸的手 一脚后心窝 踹得她连连后退 不许她靠近妈妈 可靠近不了妈妈 爸爸的目标 就对准了妹妹 她猙獰着脸 明显陷入失暴的 亢奋中额角的青筋 都因为用力而暴露 我紧紧地 缠着爸爸的脖子 强压着她 必须放开 可下一秒 爸爸的手 就拽住了我的头发 掐着压倒在地摁着扇巴掌 妈妈疯了 彻底疯了 再见到 我和妹妹接连挨打 被扇得头晕眼花 即将失利时 妈妈一个冲刺 狠狠扑向爸爸 抱着她的脖子 罩着一侧的台阶 滚了下去 她彻底地放弃抵抗 也不顾性命 那么长的一节台阶 她说跳就跳 抱着爸爸 同归于尽 只是啊 恶人总是好运的 在即将滚下去前 爸爸伸手 勾住了一旁扶梯 捎带了自己一把 没有真正滚下去 而我的妈妈 赤红的液体和记忆里 那晚被爸爸打倒在地 一动不动的背影 重合在一起 我忽然陷入梦魇 像是重回过去 抱着妹妹边哭边嚎 一路跌跌撞撞 跑去找叔叔求救的那晚 那天我 差点没有了妈妈 现在我的妈妈 好像真的没有了 妈 妈 我疯了彻底疯了 姐 黑尘的天幕 私教的警笛 远处有谁在叫 又有谁猛地扯开我 抢走手里的石头 我拖着鲜血淋漓的手 无意识地冲着妹妹笑了笑 下一秒便晕了过去 等在醒人 已经躺在了医院 妹妹搂着我大哭一场说 妈妈没事 已经脱离了危险 而爸爸 他已经被抓了 擦去眼泪 妹妹冷冷地说 有热心肠的阿姨 看到了他施暴的全过程 帮忙打了 这次他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没有那个红色小本的 他一个故意伤人 就判得不清 只要我们坚持不答应 庭外和解 不接受任何调停 他这个牢是坐定了 最后几个字 妹妹咬得很重 话语里全是戾气 他彻底恨上了爸爸 在他一而再 再而三施加暴力后 那点点微不足道的父爱 已经被完全磨灭 所以当妈妈休克 我也晕厥的情况下 作为在场 唯一一个清醒的当事人 妹妹回答警察的只有四个字 绝不原谅 任凭外人怎么瞠目结舌 说他无情 连自己的爸爸 都能很下心告妹妹 也没有动摇决心 我意识 不管奶奶和爷爷 怎么哭怎么说 我和妹妹坚持己见 一定要告 绝不退缩 奶奶大哭 他是你爸呀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就算他真的做错了什么 你就不能看在 他是你爸的份上 原谅他吗 你就忍心看着自己的爸爸 去坐牢蹲监狱 好几年不能见吗 你的心怎么能那么黑 奶奶撒泼式的大哭 赖在地上半天都不起来 爷爷也试图和我们讲道理 是 他是做过了点 但做子女的 哪有会一直恨自己爸的 你们打断骨头 还连着金百年后 依旧是一个姓 彼此分不开 更何况孟茜不是还打算将来好大学 将来当老师吗 有这么一个有案底的爸爸 你们政审肯定不过关 爷爷奶奶一个撒泼一个冷静 为了爸爸也是豁出去了 双剑合璧 想要从各种层面上说服我 只是我和妹妹都不为所动 依旧坚持上诉 到最后劳两口实在没辙了 就想用长辈的身份来强压我们 勒令我们 要是不答应 就不认我们这个孙女 我和妹妹相识一笑 还有只好事 这下可好 更不可能答应了 最后 爸爸如愿以偿 去了心心念念的监狱 我和妹妹前往医院去接妈妈 很凑巧地出院那天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辆 开往老城监狱的警车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正坐着 一脸懊悔的爸爸 不过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从今往后 我们真的自由了 牵着我和妹妹的手 妈妈那身漂亮的向日葵碎花裙 在风中摇曳着漂亮的波浪 仿佛在说海阔天空 你属于自由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